9月14日消息 国家能源集团携手华为公司共同举办了矿虹发布会 双方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助力煤炭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一是共同打造煤矿工业互联网 建设未来煤矿 有效解决产业安全问题 二是通过制定煤矿行业接口 协议标准 有效推进行业适配 三是打磨煤矿工业物粮网操作系统 实现工业控制体系的国产 安全可信 四是构建煤矿工业互粮网生态体系 推进数字经济和能源经济的融合 实现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 矿虹操作系统的使命和目标是将不同的设备获连 通过独特软走线技术 矿虹操作系统在煤矿领域第一次实现了统一的设备层操作系统 以统一的接口和协议标准 解决了不同厂家设备的协同与互通的问题 其主要价值将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人机互联 积极互联 万物感知 打破信息孤导 实现数据共享 分布式数据管理 资源动态交互 保障数据安全 可靠 并通过发布会现场大屏幕连线了锦下棕彩面 机器人实施工作画面 展示了矿井下搭载了矿虹操作系统设备的工作和互动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